各位網友, 大家好, 又是星星, 和大家吹吹水 今晚有什麼吹? 拍攝一隻鍋, 當然是用來炒菜, 難道是用來煮公仔麵? 跟大家吹一隻鍋, 很多網友都問, 魏星星, 你這隻是什麼鍋? 看你炒菜, 經常都不貼底的 我這隻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家庭式的熟鐵鍋 熟鐵鍋和生鐵鍋有什麼分別?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生鐵鍋是未經鑄造的, 熟鐵鍋是經鑄造的 生鐵鍋是比較重的, 而且很脆的 一個不會掉落地, 可能會掉穿或崩 熟鐵鍋經過鑄造, 鐵就比較熟, 比較耐用 我這隻鍋已經用了十幾年 我十幾年前買的, 只有六、七十元 現在我想二、三百元 你這隻鍋也蠻好用的 或者經常見你都不貼底 我們在煮菜之前, 其實我們都要預先燒熱正鍋 讓鍋整體的熱度是均衡的 星星, 你今天沒什麼煮肉沒有的 純粹是說這隻鍋 多謝大家收看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菜 先給大家看一些配料 又是昨天那些嗎? 不是什麼泰式三味, 都不知道是什麼 都是差不多的, 其實我也是拿回那碟出來給大家看 有些香茅, 洋蔥, 蒜蒜, 蒜蒜, 蒜蒜 薑蒜, 薑片, 乾蔥, 還有少許糖芹 中間這盒, 什麼來的? 生粉水嗎? 生粉水哪有這麼白呢? 看清楚 這是花奶, 這些叫全脂的花奶 為什麼花奶都有分嗎? 是有分的 有分全脂, 還有便宜的直脂 我們煮菜是用全脂的花奶 味道很香很多 怎樣分別呢? 吃啫喱就知道 吃啫喱, 放全脂的花奶和直脂的花奶 吃法完全是不同的 又是煮蔥的那些猴猴 差不多了, 都是那類型的 還有什麼配料呢? 蕃薯嗎? 看清楚, 有皮, 南瓜皮, 南瓜 還有一些芋頭 芋頭和南瓜煮什麼呢? 還有一些雞丁 這些雞丁, 都是一般的雞腿肉的雞丁 我起一皮, 切開去, 平干水 豉油, 豆粉, 糖, 酒, 生粉 然後再加一點油, 再加一點油 第一步, 先煎雞丁 雞丁之前, 其實我的鍋就不停在預熱 放入鮮魚丁 加一點油, 不用太多 放入鮮魚丁 放開 放入鮮魚丁 先煎一煎鋒 不要動它 為何不會用呢? 我都說過很多次了 主要是用猛火煎封雞的表面 讓它鎖住肉汁 有時看到網友的留言 都是既興奮 既興奮 既興奮 有些網友真的很厲害 你看到的視頻 煮到我的菜 我很開心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烹調的基本技巧 大家在基本技巧裡 嘗試一下怎麼煮這些菜 煮得多, 自然會很厲害 不停地煎鋒 繼續煎鋒 煎鋒 煎鋒的器官 火路不停要大火 主要是煎鋒兩邊 不用煎熟 就可以了 不用煎熟 放入這個 放入這個 然後 放入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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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澱粉 薑 放入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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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鋒 我現在煮了三味蒼魚 我太太小雲看完 原來你有加香茅,難怪這麼好吃,我吃到尾都不知道有香茅 所以這次我加了一點香茅 這段時間慢慢火,炒香些材料 不用太大火,主要是慢慢火,讓我們炒香洋蔥和香茅的香味 聞到香味後,加入乾蔥絲 先生,你很喜歡用洋蔥和乾蔥來煮的,是的 我很喜歡吃洋蔥,因為我覺得洋蔥是一種很特別的食材 又可以做配料,又可以做主角,洋蔥也可以做主角,大家留意一下 下一個視頻和大家分享一下洋蔥,有什麼可以做主角 是西餐來的 然後加入蒜蓉 加入糖芹 開大一點點火,把香味逼一逼出來 是兩下的,炒香味後,放少許酒 然後加入南瓜和芋頭 如果在一起在山煮,有什麼叫做主角 南瓜切大一點,芋頭切小粒 一起倒進去 讓香味和瓜的油分和合 這段時間可以下水 水的份量有多少 這段時間蓋上鍋 煮一煮 煮水後,煮這個菜的水分是要多一點的 這段時間就可以下味 嚇死我,有什麼事沒有事發生 這道菜可以加入鹽半茶匙 沙糖一茶匙 少許胡椒粉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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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油和蠔油的不用放進去嗎 不用 放在慢火 炆5-6分鐘 用慢火炆6-7分鐘 放入蠔油 用大一點的南瓜切進去 放進去 用芋頭切進去 就可以了 還有主角 用蠔油 椰汁 用之前一定要熬均匀 一罐小的椰汁大約約三分之一 開大火 先倒少許 讓它有少許椰汁味混合 為何不一次過放進去呢? 因為椰汁味都會揮發 放兩次放椰汁 再滾起之後 放這道菜味的來源就是雞 這些是主角 剛才的雞只是煎封在表面 還未熟 現在靠這段時間 再煮熟雞 為何不一起煮呢? 因為這些雞丁 我原本想要炒雞丁 為何不想要炒雞丁 買漏了一道菜 煮湯 拿了一些飛牌去煮湯 拿來炒雞丁 原本想要炒排骨 如果拿來炒排骨 就用完環一起炒就行 不用放進去 現在浸熟雞 這樣就可以了 期間我們保持慢火 炒一炒 現在主要是炒熟雞 還有大塊的南瓜 再炒熟 買南瓜 盡量買一些 好一點的南瓜 可以連皮都吃得 我買一些小小的南瓜 小小小的南瓜 可以連皮一起炒熟 炒這個菜還有一個竅門 就是要保存多一點水 因為芋頭會融化的 看看雞丁 可以進來 雞丁 雞丁 開大火 再倒入其餘 加少許椰奶 加少許椰奶 整體的椰奶也是三分一罐 整體的椰奶也是三分一罐 分開兩次 還有一樣很重要的材料 還有什麼 就是剛才的花奶 花奶最後放入 不要再放入 讓它煮 這個菜的芋頭是會煮到爛爛的 還有南瓜也是會煮到爛爛的 這個菜真的會吃醬汁 比吃肉更好吃 期間不用打芡 這樣就可以了 多一點水不要緊 放入醬汁 用來混合 這時候整個幾乎 我會把它放進去 休息 dumest 就完成了 看這個吃醬汁 胡桃南瓜 煮雞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這道菜 加少許醬汁 用來拌飯,主角是醬汁 調味,很簡單,胡椒粉,鹽,糖 主要的味道是靠雞 這些菜式很適宜一家大小吃 今晚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我先吃飯吧 請卡拉 defence 請卡拉,請卡拉,請可泰 請卡拉OK 請卡拉,請卡拉,請卡拉,請卡拉